哈囉大家好我是無疑之音長 AKA八年級創業家 那我們開店第一個想要就是錢 好不容易存了第一筆錢 又怕開了店血本無歸 這個頻道是分享有關創業以及學習的內容 如果你想要改變現況 為自己的夢想要工作 那一定要趕快點擊下方的訂閱按鈕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高達400萬的開店費用 如何透過病毒式行銷 一年就快速回本 這個故事可以回到三年前 我承租有一間租金高達10多萬的百坪店面 那我們在前期投入在頂鑲金 裝潢設備等等 我們一共就花了400多萬 那我們在承租的那一年前 其實同年這個店面已經換了三位不同的老闆 簡單來說就是倒了三次店 所以我們在裝潢的時候 附近的鄰居都不斷的善意提醒我們說 欸帥哥 這麼吃飯做耶 倒幾個快點 不要開太多錢啦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會再努力的 謝謝 在創業的過程 其實我們會遇到各種的雜訊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說 習慣就好 其實這一間店的地點不是很好 那地點不好的話 對於開店來說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那地點不好就一定會倒嗎 結果是怎樣 其實時間它可以去證明一切 保持態度的正向 做對的選擇 以及把選擇做對 也是創業的三大關鍵 那這一間一開始 不被所有人看好的店 最後我們的成果是 營業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就回本 而且營業是高達了兩千萬 那我們是如何做到 接下來我會一一的和大家 分享以及講解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幾個重要的行銷觀念 第一個是眼球經濟 我們每一天都花非常多的時間在手機上 在這種資訊爆炸 產品多樣性的網路經濟時代中 行銷的成敗關鍵重點在於 我們是否能夠成功的抓住消費者的注意力 第二個是從中效益 人是一種群聚的動物 決策是非常容易受到群體的影響 而當一群人都在說某一件事情很好 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不好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很容易產生人云亦云的情況 第三個是社交天性 因為人是藉由分享你身邊的人事物 去與他人產生一個連結 特別又與女性的分享DNA更高 因為這正是我們加深與他人 親密程度的一個重要方法 所以說只要被定義為美好事物的東西 就會被當成是社交的一個話題 最後一個是病毒行銷 這部分的重點在於 讓顧客在社群網路中 主動的與其他人傳播 分享關於產品的資訊 那這就如同病毒 從一個人感染到另一個人一樣 一個人感染十個人 十個人感染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感染一千個人 無限無限的延伸下去 那有了這些資訊以後 就算是擁有網路行銷心理學的一個基礎概論 But別急 這時候還是要給新開幕的店一些建議 縱使我已經擁有非常多的開店經驗 我的做法都還是低調開幕 我不會過分的去宣傳 重點是要先讓流程跑順 不管是產品啊 服務全部都調整到一個軌道上 我才會開始做曝光以及行銷 因為急著做開幕活動 它的缺點就是 你一次把客人全部引流進來 在一切都還沒有上手的情況下 剛好所謂病毒式行銷 就會行銷到你店裡的負評價 所以說快速回本的第一步 其實就是擁有足夠完整的試營運 那我們回到正題 接下來我們會開始分享 如何去透過病毒式的行銷 來快速回本 成功的病毒式行銷 應該包含以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有明確的目標 第二是提供社交的動機 第三個是找到對的引路人 好以第一步照來說 明確的目標 我們在做行銷前 我們一定要非常清楚 自己的受眾輪廓是怎樣 比如說是男生還是女生 它是什麼年齡層 職業是什麼 它的消費目的又是什麼 等等的 我們受眾輪廓只要描繪得越清楚 我們在最後做行銷企劃反驗證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可以確認說 這次的行銷它會不會有成效 而我當時設定的受眾是 女性18歲到30歲 學生小隻上班族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設定呢 這跟地區性有關 而且我們的目標是 需要降低風險 並且快速回本 因為女性比起男性 是更樂於分享 而網路社群最活躍的 其實也是這個年齡層 世界上最會經商的猶太人說 做生意的兩個重要財源 一個是女人 一個是嘴巴 那想要賺錢的話 就必須得鎖定女人 因為男人賺錢 女人花錢 這是猶太人說的 那設定完受眾輪廓之後 餐點的定價策略就一定會有所不同 因為高年齡層跟低年齡層 它的消費range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那對於定價策略有興趣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未來我們可能會規劃排一集 第二個是社交動機 那常見的社交動機 通常有 可能想成為第一個 談論這件事情的人 或者是想展現個人知識 這個話題很吵 想要知道朋友的看法等等 那病毒式行銷 它的關鍵在於 顧客主動分享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產品或者是品牌 有什麼地方是值得被當作 社交動機去分享的 那服務好 產品好吃等等 這些都是基本 因為這兩個你只要做不好 在營運上 自然就會被顧客給淘汰 所以我在開店前 買了幾個值得被分享的點 像是漂亮的打卡牆啊 能夠印出你照片的 相片拉花 以及可愛的立體拉花等等的 完整的去滿足顧客的社交動機 只要你的店的產品有足夠多的特色 以及賣點夠好 自然顧客就會持續的為你分享 那最後只要搭配你的 產品 服務以及營運管理等等的 顧客就會源源不絕的持續前往 第三個是 找到對的引路人 我們在市營運穩定 受動輪廓的設定完成 以及社交動機也足夠完整後 最後一個步驟最重要 就是找到對的引路人 簡單來說 它可能是一個媒體 或者是網紅 網美 護衛客 里長 公眾人物等等 那我們要找到的引路人 就要去對應我們的受眾輪廓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做健身相關的產業 我們可能可以找館長 或者說我們做美妝相關的 我們可以去找水塘 那我們要找的就是 能夠符合我們的產品形象 同時又是受眾關注的引路人 那以上三個步驟都完成後 如何的堆疊以及安排是一個關鍵 最後先分享一下我實際的操作案例 我在店的開幕後兩個月 先規劃部落客做曝光 因為部落客的文章 能夠完整的介紹 店內的裝潢 餐點 服務等 完整的用餐體驗 因為當第二階段 我們開始做 所謂素人的大量曝光之後 這時候我們觸及到的客人 他就會去搜尋我們的店名 或者是產品 那他搜尋到這些文章 看了之後 他就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店裡賣點有哪些 我們的特色是什麼 再來第二階段是 安排大量的素人網紅前來店裡 因為我們在前期的分享點 已經建置好 包含到我們的打卡點 香片拉花 特色餐點等等的 那我們邀請他來用餐 並且請他們主動分享 在短時間內去製造 好像所有人 都來這裡用餐的一個從中效應 那這個階段 我們就會觸及到 非常大量的潛在客戶 那這些潛在客戶 他們當被觸及到 看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他就會去搜尋你的名字 或是你的相關產品等等 那我們在第一階段 其實我們已經預買好 所謂的介紹文章 以及好評等等 這時候 所有被我們觸及到的客人 我們就會大大提升 他想要前來的一個消費慾望 第三階段是安排 具公信力的網路媒體前來報導 去提升我們的品牌價值 以及強化我們的網路聲量 因為網路媒體要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的東西 能不能夠創造話題 以及創造流量 所以說 如果你的產品 你的品牌 能夠創造話題流量 只要你邀稿 他一定會為你報導 那以我自己來說 我會將我認為 具有報導價值的東西 或者是能夠被討論的東西 把它整理成一個公關稿 再將這些公關稿 去投書到 所謂網路媒體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投稿到他們專用的信箱 那照這樣的方式 在前期其實我們就導入了非常大量的一個來客數 這也讓附近的住戶全部都跌破眼鏡 也讓我們在第一年就安全的回本 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去做後續的營運調整 那有很多人可能會認為 酒箱不怕巷子生嘛 只要把產品做好 其實我根本不怕沒客人 但是你忽略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的資訊量是非常的爆炸 當你的競爭對手不斷的在掠奪所謂消費者的注意力時 你不做行銷就會非常容易讓顧客 還沒有走進你的巷子 你就已經關門大起了 不過行銷是沒有套路的 以上我所講的這些方式 都是在三年前 社群媒體它也擁有流量紅利下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現在的行銷模式 其實已經跟以往完全不同了 不過行銷的關鍵不在於操作 而在堆疊 要將每一個行銷動作 完完整整的環扣在一起 從開店前的行銷策略佈局 一直到開店中的行銷企劃執行 以及最後持續不斷的去優化 以及提升你經營管理上面的能力 我們就能夠讓我們的品牌持續穩定的獲利 總結來說呢 透過以上病毒式的行銷操作 讓我們在開店花費400萬的情況下 只花不到10萬塊的行銷預算 就創造一年移收2000萬的加基 快速回本去降低投資風險 那今天影片的重點不是教你如何做 而是告訴你關鍵行銷的心法 那今天分享兩個行銷的重要觀念 第一個是行銷沒有套入 第二個是行銷是透過堆疊而成 那其實開餐廳的投資報酬率非常高 風險也非常高 我們要確保我們在前期 一切的營業規劃都非常完整 那今天礙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能簡單的做分享 那究竟還有哪一些一定要注意的必勝秘訣 未來我們會一一的跟大家來講解 最後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做行銷要花大錢嗎 A 要 不花大錢就沒有好的行銷 B 不用 有好的創意就能夠用低成本來達到病毒式行銷 C 其他請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按讚FB 追蹤IG 我是無藝指引掌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 broth3rmax i know you